热浪来袭 美国本周饱受高温制烤 据报几乎全美各地 本周接受强大热浪侵袭 气温比平日高出11个摄氏度 报导指出热浪驶自美国中部平原 在本周末前将扩散着西岸、南部以及中西部 测量大气中 某定值气压之海拔高度有入观察热盖现象 热空气在大气中 定值气压的海拔高度较冷空气为高 在高压下 冷空气为下降之地表 进而形成热盖 不断引来热气 一般热盖的500毫巴气压值顶界 会与海拔18000英尺高 但本周的热盖顶界 预计将在19000英尺高 加上墨西哥湾气流吹来 热盖湿度飙高 这股热浪将更难以忍受 奥克拉河马、圣路易、明尼亚破利斯、芝加哥、密尔瓦基市 皆在影响最具的城市名单中 这股热的城市名单中